这个一吨重的女人到底有多懒 简直懒到令人发指 姐姐不小心摔倒需要她的帮助 听到动静的她只是毫无在意地瞥了一眼 并没有做出任何的行动 直至姐姐身上爬满的蛆虫 她从来不出门 甚至可以一年不洗澡 而面对母亲的去世 她是这样说的 因为母亲的去世 姐姐原本打算在这里照顾妹妹一段时间 但就是因为这个决定 让她害了自己 首先是堆积如山的账单 都是在已经去世的母亲名下 而妹妹从来不管不问 她甚至不知道用电需要付费 只知道一来伸手 犯来张口 此时的屋内传来婴儿的啼哭声 她很不耐烦地说了一句 姐姐对此表示很无语 随即起身朝婴儿的房间里走去 就在她路过妹妹房间的时候 看到了地上随处乱丢的餐盘 姐姐无奈地吐槽了一句 并捡起地上的餐盘 不料一转身 听到动静的妹妹只是冷漠地瞥了一眼 而姐姐的左脚骨折 衣架上的铁钩刺入胸口 躺在地上完全不能动弹 她忍着剧痛呼喊着妹妹 然而面对姐姐的求助 她不仅无动于衷 反而是毫无在意地喝起了咖啡 姐姐尝试自救 可钻心的疼痛让她根本就拔不出来 她只能再次向妹妹求救 这次妹妹终于走了过来 然而她并不打算救姐姐 而是从姐姐的身体上跨了过去 来到客厅看起了电视 屋里的双胞胎哭得撕心裂肺 姐姐也只能无助地哭喊 而客厅的妹妹却看得津津有味 看饿了 就去冰箱里找吃的 姐姐希望她去看看自己的孩子 再次绝望地恳求她 吃完东西就在床上挽起了手机 完全不管姐姐和孩子的死活 此时的女人非常后悔 她不应该留下来的 就这样到了第二天 妹妹看着电视笑得没心没肺 此时一旁的电话响起 女人无力地请求妹妹接一下电话 而她只是不耐烦地说了一句 她不明白妹妹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 而妹妹却说自己什么都没干 所以任何事都跟她没关系 很快就到了晚上 婴儿的啼哭声变得很微弱 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而她却在床上挽起了自拍 对任何事情都漏不关心 两天过去了 洗碗草里堆满了盘子 食物也所剩无几 因为没交电费 家里的电也断了 而她却怪罪于地上的姐姐 此时的姐姐已经命悬一线 眼前出现了幻觉 她看见闺蜜守在自己的身边 闺蜜曾经跟她约好 一个星期过后就会来接她 门口的信箱堆满了各种账单 闺蜜也如期而至 刚打开门 一股刺鼻的气味袭来 厨房的餐具杂乱不堪 闺蜜呼喊着两人的名字 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随后来到客厅 看到了震惊的一幕 只见女人的身上爬满了蛆虫 此时闺蜜还没缓过神来 就立马来到卧室 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两个婴儿已经没有了呼吸 然而就在这时 妹妹突然出现在门口 她的表情变得猙獰 而面对伤心的闺蜜 她说出了自己的人生格言 地狱空荡荡 恶魔在人间 她简直比恶魔还可怕 恶魔 God I don't know anything!